行政院26号公布5000元振兴券规划方向 只不过目前振兴券面额规划 最小就是200元 且消费者不得强制店家找零 让部分立委担忧 会降低消费者前往小商家的意愿 尽管行政院透过数位发行 来增加消费者到小商家消费 但以台湾配来看 虽然有消费回馈的预算 鼓励民众使用数位券 但前提是 部分小店家没有电子支付系统 且在行销宣传部分 也缺少吸引客源方案 导致小商家仍无法分到 振兴经纪大饼 经纪部这次已经给这些 10万个小店家 40亿的纾困金 也愿意加码10亿元 吸引消费者在餐饮流通业来消费 请最后一礼路 补助手续费2亿4装吊钩 让小店家有电子支付 让小商家也能因振兴受贿 立委中嘉宾呼吁经纪部 协助店家电子支付系统建制 并补贴相关手续费 另外行政院虽然也强调 会针对小商家设计加码回馈 但大型店家拥有广告行销等各种优势 恐怕也会埋没了小店家的各项优惠 要预计发放五倍券的时间 刚好碰上九月陆续开始的周年庆 还有这个中秋年假等等 在大型的通路铺天盖地的广告跟加码优惠之下 振兴的大饼其实真的就会堵肉这些小商家 就怕振兴经济分布布局 民众党质疑现在根本还不是进入振兴阶段时机 因为像是KTV等娱乐场所业者 人因疫情无法营业或是调整营业模式 因此仍主张排付后发现金的纾困方案 但眼看振兴券即将上路 是否能真的提振低迷已久的国内经济 就看未来振兴券的是不规划 有些新闻阿斯波罗路亚立法院采访报导